現在暑假 許多人都會看著電影 但看到了周星馳的九品芝麻官 你會看到拿出了上方寶劍 而上方寶劍真有其寶劍的存在嗎 這一點 我們在今天龍捲風裡面 就會要來揭替是否真有其上方寶劍了 但是在現在這時候 中國大陸有一個考古的大發現 大家還記得殘暴的隋陽帝嗎 隋陽帝的墓究竟在哪呢 有人說在江蘇 有人說在陝西 有人說在河南 但最新的一個墳墓出土了 這個墓是否真的就是那暴君隋陽帝的墓呢 他為什麼是暴君 修運河 修長城 見洛陽 請五百多萬民工 真的是人民被他搞得快死掉了 好 那結果他死了之後 他的墓也被歷史學家找得快死掉 根本找不到啊 有四個 我馬上跟觀眾朋友報告 第一 你畫面中看到這個暴君 有人說葬在河南洛陽 有人說在陝西武宮 有人說在揚州的 寒江的懷釋鎮 有人說在揚州 寒江的西湖鎮 被搞混了對不對 怎麼那麼多地點 搞混了 我跟各位講 河南洛陽先排除 我馬上來帶觀眾朋友看一下 我這個圖卡你就知道 三個最可疑的隋陽帝的地墓或地靈 來 陝西武宮線 可能嗎 立岡 你看一下這個多大 小土堆耶 小土堆喔 三公尺啊 對 七公尺 這跟一般尋常人家就稍微有一點小康家庭的墓差不多大 排除 好 再來 揚州寒江區 這個大囉 這可是清朝嘉興年間他們的大學室有個叫阮園的 發現 發現之後你看畫面中這個 成為現在揚州的著名景點喔 為什麼呢 因為它被發現的時候是三萬多平方公尺左右啦 怎麼那麼大 是 那這個像就像皇帝墓啦 對 非常像 叫帝靈喔 不能叫墓啊 我告訴你喔 這個阮園大學室還特地找書法家 你現在看到那個有沒有 隋陽帝靈 那個是後來人寫上去 書法家寫上去 所以你說隋陽帝靈這個是後來人寫上去的 好 那立剛你幫我消掉一下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最可能啦 普遍大家都認為是他媽的 對啊 可是去年三月 在揚州西湖鎮有一個建築工地 被人家挖到了一個墓 這個墓啊 只有三十二平方公尺 這個跟三萬比起來是小物件大墓 那這個不是皇帝墓 就是現在畫面中你看到的 那個凹下去那一塊 那這個就不對啦 不對嘛 是啊 不對 但結果歷史學家就說 結果什麼說 對 等一下 就是這個啦 三十二平方公尺這麼小的一個墓 怎麼可能是一個皇帝的墓呢 好 我現在就跟你解釋 為什麼我要剛剛糾正你講地墓地靈的問題 因為現在你看到這個 為什麼歷史學家說是 而且不能叫地靈 只能叫地墓 因為這個規模看起來就很寒酸是不是 可是楊廣生前浩大喜功對不對 你看看他這樣荒淫無度 那怎麼會死了之後給自己的墓 搞個是地墓而不是地靈呢 這其實就要從他臨終前的生活狀況 可以來解釋啦 我剛剛講個小故事 這是真的歷史故事 你知道嗎 其實啊 隋陽帝一直都知道 後來他大勢已去 所以他也知道他來日無多 他常常會攬靜自照 看著自己的頭 對著他的皇后 蕭皇后說 你看 這是一個好頭顱啊 可是不知道誰會把他砍下來 可見他知道自己來日無多 而且他知道呢 他可能會被殺 可是呢 結果後來就有一種說法出來了 其實應該講歷史記載就是這樣 隋陽帝他當時 可是因為語文化籍要反他 所以慫恿了他周邊的那些將軍叛變 最後他就被那些叛將給殺了 你懂我意思嗎 還真的被殺了 那請問在這樣的過程 在這樣的結果下 你要隋陽帝是要怎麼樣好好的 還弄個地靈啊 所以他沒辦法了 對啊 他等於是個亡國之君了 是嗎 所以他不可能有地靈的存在了 那時候他死掉之後誰能幫他下仗 只剩孝皇后 只剩孝皇后 用七床板 可是你想想看 他被殺之後 他沒有布施皇爺已經是算不錯 算不錯了 當時用七座的床板 床板耶 觀眾朋友 今天皇帝最後用床木板 草草做成官舊 在當時的江都太守 其實就是像你講揚州的協助之下 才幫他好容易弄了剛剛那個 32平方公尺的地墓 所以因為他已經是被滅國之君了 國家都被滅掉了 算不錯啦 皇帝 你根本沒辦法保存他自己 這完整的這國家啦 第二種說法就是說 好 我們講 你亡國之君 那你請問當時江都就是揚州 也不是很太平 那在當時的政治經濟狀況 你這樣子下仗也很符合 最後我來講 真正可以證明就是這個木 還有幾個原因 什麼原因 裡頭發了一個女性苦孩 觀眾朋友來看一下 這個 結果他們認為這就是蕭皇后 因為蕭皇后跟楊廣是合葬的 第二這個牙齒是誰 這吹氣是誰 誰的 隋陽帝楊廣的 因為鑑定出來年紀大概是50歲 來 觀眾朋友 隋陽帝什麼時候死的 西元 618年3月 可是隋陽帝活幾歲 50歲 這隋陽帝的牙齒 對 所以總冠所述 木是哪一個 你剛剛就是這一個 隋陽帝這個亡國之君 他最後的木只剩下32平方公尺 但是木確定了 考古上面也確定了 這就是隋陽帝的木 但是這裡面有一個發現 這個發現就是中國史上 第一條的皮帶 也在這個木裡面出土了 社長 對 剛才講說那個 隋陽帝木規模不大 不過他出土的一樣東西 他是中國礦古結晶的一個 一個非常好的東西 就是你剛才講了 用金跟玉做成的那個皮帶 其實以前有發現過 在以前春秋北州校武帝的時候 有出產過一條皮帶 有找出一條皮帶 那個皮帶是銅片做的 不怎麼樣 隋陽帝的這個 叫十三環碟洩帶 各位可以看 他左右各十三個白玉做的那個圓環 那個圓環那個是白玉 四方形那個是金片 那各位看這個感覺好像也有點寒酸 一個帝王好像有金跟玉 他其實做得相當精緻 這個是整理過以後 你看這個金片跟那個玉片 都做得相當好 對 相當好 那我給各位看 玉很白透 而且整個雕工還蠻細琢的 對 其實他從這個墓裡面出土的 這一件以外 其實傳世的還有一件更漂亮的 這個也是一樣 這個叫九五至尊帶 我們平常通俗講叫九五至尊帶 所以就是說這是皇帝御用的 對對對 我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有點 來 這邊 這邊 你看為什麼說九五至尊 你看它那個圓環 這邊是九個圓環 九個白玉圓環 裡面其實是香金跟寶石 雕刻的相當漂亮 社長你現在這是一筆 這個畫面上面你可以注意到 你的手指那個畫面 小小的一個玉片上面居然裡面 這很細緻耶 紅寶石 麗松石 藍寶石都有 你看它裡面是黃金嘛 那這個圓環有九個 玉裡面還有黃金 有九個圓環 那這個 那個方形的這邊 總共有五塊 總共有五塊 你給他看 所以是九五至尊在用 九五至尊 它等級其實相當高 以前在那個水潮的時候 三品官以上都會戴這種腰帶 但皇帝出產的就是不一樣 九五至尊沒有人敢用 所以他出土的東西在中國 考古學上其實相當重要 規模不大 但出土的東西很寶貝 另外剛才 中國有特別提到說 水洋帝不是一直喜歡 講一句話 這麼好的頭顱 哪天會被誰砍 誰砍 對 誰砍 其實在中國歷史上 還有一個皇帝 他真的是頭顱被砍了不見了 但那個是誰呢 是那個雍正 我們知道雍正皇帝 雍正皇帝當時 有一個案子叫李劉良案 他在之前 有一個李劉良案 李劉良這個人 一直在反親父母 那他後來在清朝的時候 清初的時候 很多有文志玉 文志玉 當時這個李劉良 李劉良的一個孫女 李劉良後來被雍正鞭師 開關鞭師 就曾經然後把他開關鞭師 開關鞭師 因為他的一個孫女 叫李士良 李劉良 據說他曾經潛入那個雍正皇帝 那個宮廷裡面 有兩種講法 一種是講說雍正皇帝 顯飛的時候 他混入這個顯飛的行列裡面 又顯中了 趁雍正皇帝睡覺的時候 一刀就把他頭剁掉了 剁掉了 所以雍正皇帝一直在 也只是一直在講說 雍正皇帝是有身無頭 後來雍正埋到那個墓裡面去的時候 是用一顆黃金打造的頭顱 因為皇帝下葬不能沒有頭 頭被李士良拿走 那怎麼辦 打造一個黃金的頭顱 跟他一起埋葬 埋葬這個 在雍正的清西嶺裡面 所以社長你這麼講的話 那雍正皇帝 他其實在下葬的時候 他的頭是靠個 用個金頭顱來代替的嗎 但這個是在清 有一本書叫清宮十三朝 跟清朝外史裡面講的 但這兩本書 所以算是野史 對 必須告訴我這是野史 雍正之史其實不是這樣子 其實不是這樣 我們知道雍正當時 這邊有喜歡很多小說電影 經常在演雍正 這個李劉良 旁邊這個李士良 雍正之史其實跟這個無關 在政治上我們BCP 雍正之史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見證 就是後面這個張廷玉 張廷玉是誰 雍正當時得位的時候 有兩個人 不是有康熙遺兆之謎嗎 後來雍正把康熙的遺兆拿出來 康熙遺兆有滿文跟有漢文 滿文是那個龍科都寫的 漢文就是張廷玉寫的 所以他是雍正身邊前 貼近的一個大臣 兩朝元老三朝元老 那這個張廷玉 當時雍正死的時候 他其實有講一句話 他就隨時在旁邊 他講了四個字 叫驚駭莫名 那雍正怎麼死 所以這四個字 就是留下很大的想像工資 驚駭莫名 驚駭莫名 是頭被斬了驚駭莫名嗎 因為終身在床上 被斬了頭不見了嗎 可是驚駭莫名的意思就是 嚇得要死啊 其實是雍正吐血吐得很難看 吐得很難看 因為雍正一生為國操勞 所以後來體力不激 又吃了很多的丹藥 中毒而死 證實應該是這樣子 但大家喜歡講說 他是李維陽案 那個李世良把他砍走了 把他的頭砍走了 所以野史上面說 他是被砍頭 其實實際上他是因為病死的 對 那其實他本身也親了很多文字役 你知道那個 我們那個金庸 寫小說那個金庸的祖上扎士廷 扎士廷 當時在雍正之前 他有當一個江西主考官 他曾經出過一個考題叫 維秉索子 四維八德的 你說到這個 我想到金庸這個作家 他本來的名字叫扎梁庸 對對對 他祖上扎士廷 他江西主考官 因為他寫那個 他出了一個作文題 叫維秉索子 四維八德維就是雍正的雍去頭 那個一點跟一痕去掉 索子的子 子就是雍正的症 那一痕上面那一痕不見 就紙 維秉索子 那個雍正去頭 其實有人講說 這四個字其實就點出雍正 後來不得好死的一個 一個官員 所以雍正其實有這種死的講法 很多 說他是頭不見的 那其實剛才我講的證實不是這樣 另外其實在歷史上還有一個很特殊的人 叫李連音 李連音他是跟雍正剛好相反 他是有頭 但沒有身體 李連音在1966出土的墓裡面 在那個恩紀莊出土 找到他的墓 他的墓裡面只有一個頭 他有一條辮子三尺多長 但身體不見了 但李連音身體到哪去了 對 屍體不見了 那李連音這個人 他屍體地方是他其實在1912年的時候 他已經到明初了 1912了 1911清朝滅亡 那1912當時在那個李連音 當時他被殺的地方是在這個地方 叫後海 後海現在是很漂亮一個地方 我曾經特別去看過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當時在1912當時的一個 這個步兵統領叫江朝中 他一直看中這個跟小德章 看中這個李連音的很多財產 所以後來借故把他引到這個後海 所以要跟他開會 結果李連音去的時候 他在後海的一條小路把他殺掉 那這個殺手殺掉以後 把李連音的屍體大體一腳 就踹到這個後海裡面去 所以李連音的墓裡面 跟雍正相反 他有頭但沒有身子 所以他身子只有李連音的墓 部分只有一件袍掛 跟一雙鞋子 其實是沒有身體 所以中國歷史上 這個有頭跟無頭的 一個就是雍正 一個就是李連音 說到李連音 最後他是有頭而沒身體 不過說到這暑假時刻 你看著電影 你會看到周星馳的九品之麻關 還會看到包青天 但你注意 你看到畫面當中的那把劍 是什麼呢 上方寶劍 居然用了明朝從政皇帝的劍 要來斬清朝的關 但九品之麻關當中的上方寶劍 真有其見的存在嗎 上方寶劍究竟是在明朝出現 還是清朝 還是在暴青天時代出現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來解答了 是 我們常常講上方寶劍 好像跟皇帝有關係 實在跟皇帝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個上方是 不是 這個上方寶劍可以上斬這個皇帝 下斬這個媚臣 對 他一開始的時候跟皇帝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其實是皇室專門鑄造 御用寶劍的一個機構叫上方 那只不過是這個上方所鑄出來的寶劍 都是供皇室所使用 你也知道皇室要不就是要砍人 要不就是要抵擋被人家砍 當然要品質夠 好不然拿個貨銅爛鐵人 到時候打不贏人那怎麼辦呢 所以最後你說的上方寶劍不是真有其見 而是只是這個劍的鑄造廠叫做上方 沒錯就是這樣子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因為它風力無比 大家覺得它力能斬馬 所以它一開始的名字不叫上方寶劍 它叫做上方斬馬劍 斬馬劍 也就是說這把劍可以斬馬就對了 可以斬馬因為它太風力了 你知道古代的劍很脆弱 隨便砍馬馬還可以跑 結果這樣刀子一斬下去馬硬伸頭落地 可是光一把劍就可以把馬給斬了 這麼銳利喔 你就知道它有多銳利 那這個上方斬馬劍的銳利 深入到人心的時候 到漢代的時候大家已經都非常熟悉 所以當時在漢代一個朱雲 有個俠客叫朱雲 朱雲有一天還特別跟漢成帝要求說 我要跟你要一把上方斬馬劍 要去斬你的老師 那他說你為什麼要斬我老師 他說你的老師安倉侯呢 貪賬王法弄全力啊 所以我要跟你要這把寶劍去斬殺他 那皇帝當然不開心啊 我的老師你也敢侮辱 所以差一點叫治他罪 但是從這個開始 就已經大家覺得 這把劍是可以拿來斬堅塵之用的 所以後來這個上方斬馬劍 就漸漸變成我們所熟悉的上方寶劍 那只不過是這個上方寶劍 在明清時代都還只是身分地位的象徵 所以在清代的包青天 他拿著上方寶劍說上斬昏均下斬寧塵 那個是根本不可能的 所以沒有抱青天這樣子拿著上方寶劍這件事 皇帝根本沒授權啊 沒授權給他啊 對 沒授權給他 怎麼可以這樣隨便拿著一把劍就招搖撞騙呢 所以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倒是九品芝麻官的時候 那個上方寶劍拿明朝的劍斬七朝的官 那是有可能的 啊 這個怎麼變有可能了 宗星馳的電影不是只是一個洗腦戲嗎 這不居然變成有可能了 還蠻符合史實的耶 怎麼說呢 因為在明朝的明史有特別記載說 在萬曆二十年的時候呢 萬曆皇帝當時在寧夏這個地方叛亂 那叛亂你知道就要派軍隊過去啊 你知道明朝的軍隊多腐爛啊 他就是會逃跑啊 所以當時還特別說 給那個巡撫跟總督說 我給你這把寶劍 只要有人感情真的逃跑 就直接斬殺他 直接斬殺 但等於說直接拿了寶劍就授權了 對 所以那些阿兵哥 戰也不是不戰也殺 不過戰好了 戰好 戰贏了 我還可以加官進學 於是呢 後來明末就紛紛呢 就開始用起這個上方寶劍 所以明末就出現上方寶劍 結果去斬清朝的官了 對 他覺得很好用啊 對啊 所以當時候來呢 在那個崇禎年間還有一場鬧劇 崇禎皇帝呢 當時呢 因為那個李志誠呢 字號闖王嘛 那所以他有特別說 哎呀 怎麼辦 我御駕清真好了 當時他手底下有個大學士 叫李建太 那李建太說 哎呀 皇帝我來幫您清真好了 這個崇禎皇帝還特別封他為兵部商書 給他這把上方寶劍喔 也給了上方寶劍喔 對 他說你呢 拿這一把劍 就如鎮清真 御駕清真一般 結果你知道那個李建太多誇張啊 帶著兵馬出去浩浩蕩蕩喔 結果一出去呢 看到李志誠的軍隊從李武關進來 勢如破竹啊 連擋都還沒擋 連斬殺都還沒擋 結果呢 先跑再說 帶著上方寶劍人跑了溜了 沒錯 所以呢 這個明朝呢 確實從這些史料來看 他確實是有這個上方寶劍 而且變成是可以便宜行事的重要的依據 不是像宋代的包青天 他只是拿來隨便說說的 所以這完全是假的 這倒是有可能是真的 只不過是這把上方寶劍呢 不是最好的 最好的是哪一把 最好是什麼 春秋戰國時代 歐野子的龍拳劍 歐野子的龍拳劍喔 這把龍拳劍很特別 他其實在當時 他所建的 住的劍呢 是舉世聞名 大家都很喜歡 所以只要是王公大臣 都必須佩戴這把劍 因為那就是身分地位的象徵 那當時呢 所以只要王公大臣 佩戴了歐野子的龍拳劍 他們就覺得自己已經是了不得了嗎 沒錯 所以你就知道這把龍拳劍 多麼受歡迎 那只不過是當時他所建的 這把寶劍呢 還沒有出來 是怎麼樣出來 是當時呢 他們之前都是青銅劍嘛 後來到歐野子的時候 他呢做出了第一把鐵劍 那這把鐵劍呢 要有所有的那個什麼 鐵啦 水啊 還有那個魔力的釀石都要配合 所以你意思說歐野子的 鍛造技術非常的高端喔 對 他到處去找 結果在那個融溪的旁 在那個琴溪的旁邊 太溪的旁邊呢 看到一個七個瓷子 好像北斗七線的排列一般 結果一摸那個瓷水 哇 超涼的 你說 含泉 你知道鑄造的劍不是很熱嗎 鑄造的時候要冷卻啊 對啊 瞬間冷卻的時候 還才能夠冶煉嘛 所以你意思說冶煉過程中 要用那個含泉就對了 沒錯 所以他就覺得 哇 這真是上等的含泉 所以他把這個泉水拿來 飲水做成劍池 做出來的劍就叫做 龍泉劍 只不過是這個龍泉劍 為什麼會變成龍泉劍呢 是因為唐太宗李渊 他不是名字叫李渊嗎 你怎麼可以保健用 用皇帝的名字來做這個呢 所以他後來為了避諱起劍 規定你所有的龍泉劍 通通給我改成龍泉劍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龍泉劍 其實就是上古時代歐野子的龍淵劍 哇 說到這春秋戰國時代鑄劍師歐野子 他鑄出來的龍泉劍 後來大家會覺得說 這樣是不是失傳了 結果沒有失傳喔 這龍泉劍的冶煉技術 一直傳到現代 傳到現代之後呢 有些人就想測試 你這個龍泉劍或者稱之為龍淵劍 他既然能夠這個消鐵如泥 那我們就用最厲害的這種 毛與盾的大對決 來試試看這個龍泉劍 能不能刺得穿 剛剛其實聽齊鵬老師 跟立剛在提到 這一把龍泉劍 一直來說 古代文獻有講說 龍泉劍呢 它是一個龍泉寶劍 那硝金斷玉呢 斬銅墮鐵 哇 真的是這樣的一個神兵力氣嗎 其實很多世人 都一直非常的懷疑 真的是 事實上有這一把神兵力氣嗎 事實上1965年 在中國大陸的 湖北江陵這個地方 疑似這個春秋戰國的時期 這個楚國的古墓 考古學專家出土 在那邊發掘了一把 青銅古箭出土 那個青銅古箭出土的時候 你看 埋在土裡面 一兩千年的這樣的一個歷史 出土的時候 還是寒光奪目 一兩千年 對 這個 不管是華北或華中地區 到了地底下 裡面都有濕氣 你又不是埋在那個極地沙漠裡面 要不然就是可能會生鏽之類的 對 因為生鏽 那怎麼會居然這個 打開來以後 居然它這個箭會這麼的閃亮呢 重點是它打開的時候 它上面那個箭聲 還可以看到兩行這個 這個鳥鑽名文 它上面就寫著 月王勾箭製作用箭 等一下 月王勾箭不是很有名的箭嗎 是名箭耶 月王勾箭 然後又想到龍泉箭 這是怎麼一回事 那它也是龍泉寶箭嗎 它有人就在猜 是不是龍泉箭 是不是一把龍泉寶箭 當時把這把箭 因為不是出土 剛出土嗎 已經埋了那麼久了 結果拿出來 他們想說用紙去試 就用箭試紙 然後拿紙去給那個箭畫一下 一疊二十張厚厚的紙 你知道嗎 一畫就破 風力異常啊 上千年了還那麼風力 沒有去磨喔 才剛出土 才剛出土就這麼風力 然後後來他們考古學的 這些專家團隊 就去推測論斷 就研究說 據說以前的古籍記載 這個歐爺子 曾經幫這個 越國人歐爺子 曾經幫岳王勾箭 曾經幫他駐過箭 所以再加上 這一把一直被懷疑 是不是龍泉箭 因為龍泉箭也有 剛剛除了剛剛講的鐵箭 然後又是韓拳 然後又有量石 鐵箭聞名的龍泉箭 大家就講說 你從這個發現了這個駐箭的這個 龍泉箭的這個箭池湖附近的 這個出土的地方發現 所以很多人就在講說 搞不好當時啊 古籍點 這個古書在記載的時候 歐爺子在這個龍泉箭池湖 駐箭的這個傳聞 可能不是空穴來風喔 那重點是後來大家就講說 為什麼你看畫面上這些駐箭 尤其是龍泉箭在模擬它駐箭的情況 它能夠駐出一把這種消鐵爐泥 為什麼能夠消金斷 我剛剛講不是這個斬銅堕鐵嗎 對 真的是消金斷鈺的這個神兵利器嗎 這麼厲害喔 有人就講說 因為它有幾個主要的元素 龍泉箭 龍泉箭它最重要的是 第一 它的這個有豐富的這個鐵砂 豐富的鐵砂 還有剛剛這個 启鵬老師有提到 你要有優異的這個水質 水質非常好 所以就是說我的材料要很好 我冶煉的時候的這個 水質各方面來說 都要配合才行 你在那個地方 而且還要有這個 非常豐沛的燃料 木炭 生產那個木炭的地方 然後再加上剛剛講的這些 有鐵砂啦 有水質啦 你才能夠鑄成一把神劍 一把好劍 所以這樣子鑄出來的劍 本身它的銳利度才說 才會非常的銳利 但是如果依照古法 以前古代的這樣的一個技術 去鑄出這樣的一個龍泉箭的話 你知道要花多久時間嗎 多少時間 大概至少兩個月的時間 再加上經過一兩千年 一把劍要兩個月的時間喔 兩個月的時間喔 那還真的蠻久的 據說大概十斤的這個毛鐵 才能夠鑄出一把龍泉箭 所以如果你依照古代鑄箭師傅的 這樣一個繁瑣繁複的流程程序 還有這麼多的元素和材質 這樣去鑄箭的話 而且再加上過了一兩千年 真的鑄造龍泉箭的技術 搞不好已經流失了 根本沒有辦法像以前古代這樣鑄箭 但是現代人就模擬龍泉箭 當初怎麼鑄造 就類似學古法這樣的一個土法煉造的技術 來試試看 結果後來中國大陸就有一個節目 叫《誰與真風》 他們就用現代的技術去鑄造出來龍泉箭 來跟這個現代科技做的一個防刺衣 做一個大對比 龍泉箭是一個消鐵如年的神兵力 其實是一個毛 那防刺衣就像一個金鐘罩鐵布山的一個盾 那不就是毛與盾 毛與盾 毛與盾的大對決 大家會想說會到底是誰贏的 那誰比較厲害 防刺衣是有六十幾層的那個防刺纖維 對 就像類似防彈背景上的一個製程 可是你看看 防刺衣是現代二十一世紀最高科技 對 最高科技鑄成的一個防刺衣 加上龍泉箭一對比 你看 要開始了 這是中國大陸的電視節目專家在現場測試 他第一次的時候就把龍泉箭網 這個防刺一次 失敗 因為他那個旁邊有一個工作人員 你注意 你要刺了 你有沒有看畫面 現在正準備要刺了 師傅拿著這個龍泉箭 用現代的技術模擬古法 它不是完全像古代這樣鑄建技術 要特別強 是因為現代這樣的一個斷造 注意 他一次 你看 要刺進去 他今天一次的時候 這一把這個現代技術斷造龍泉箭刺中 但是刺不進去 刺不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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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當時就舉紅旗 再檢視一下 那這表示說龍泉箭本身的這個穿透力 還沒有比現在的防刺衣要好 所以防刺衣勝 你可以看到這個舉旗的這個 你看 裁判要舉旗了 舉綠色就是防刺衣這個書 舉紅旗就是防刺衣 結果呢 等於龍泉箭 你看 如果是舉紅旗的話 龍泉箭就輸了 揭曉 紅旗 龍泉箭輸了 防刺衣勝 所以第一次是這樣 其實第二次的效果跟第一次也差不多 可是這一次呢 後來到了第三次 竟然把這個防刺衣給刺穿了 可是你有沒有注意到 他剛剛刺的方式換了角度 你有沒有看到 對 他用比較斜的方式 這樣直接往上插進去 他想要試試看 用斜的角度 用現代的方式 用一個這個技巧 能不能把防刺衣刺上去 結果呢 結果第二次當然還是失敗了 所以最後一次呢 在第三次的時候呢 整個龍泉箭竟然把 有60層防刺衣的這個防刺纖 所以你說現在就是這個畫面 應該是第三次準備要刺穿的動作囉 你看 防刺衣現在放在那個前面 現在這個時候 這個 準備 這個比賽的時候 正準備現在在測試 你有沒有看到 他用他最大的力量 他要把這把劍 直接穿刺防刺衣 看看能不能打得穿 我們注意畫面上面喔 現在重刺衣進行囉 這樣子今天一次 刺上去 你看 這個重人摒氣凝神了 在整代的時候 防刺衣有沒有刺穿 你看 大家現在都盯著這個畫面在看 攝影機也正在拍攝當中 大家都知道說 毛宇頓的大對決 究竟是誰勝誰負啊 所以其實你看各種的角度 好 現在要檢驗囉 有沒有注意到 你可以看到 最後一次上去 你看 現在打開來看了 對 他用這個剪刀把裡面的防刺衣 整個採檢開來 去看檢查裡面 貼了60幾層的這個防刺纖維 在算那個四川的層數耶 有沒有注意到 不斷的去算 不斷的去算 這一次四川的深度應該很深喔 超過了40層的防刺衣的纖維 超過40層啊 這麼多啊 40層 而這一般的這個刀劍 你知道嗎 根本刺不穿 連一層兩層都刺不穿 沒想到這個龍泉劍 居然可以刺穿到40層以上 而且這還是現代的技術 究竟誰會勝 這一次第三次舉牌 你看馬上要舉牌了 有沒有注意到 現在大家拭目以待的 就看舉棋了 紅棋 這個雖然他舉的是防刺衣還是勝 可是你知道嗎 他整個把這個龍泉劍 把這個防刺衣 已經刺穿了40多層 40多層 大家就講到 古代的龍泉劍 它的駐建技術 會跟現代不一樣 現代技術製造的龍泉劍 可以把這個高科技的防刺衣 都已經刺穿到40層了 那如果是用古代真的古法這樣的裂造 駐出來的龍泉劍 是不是可能把這個防刺衣 60幾層全部刺穿 所以你現在知道說 龍泉寶劍 削金斷玉 斬銅墮碟 削鐵如泥 真的不是蓋的 龍泉寶劍這麼的厲害 有沒有注意到 即使它傳到了現在 這樣的技術之下 你可以看到60層的防刺衣 還是被龍泉寶劍給刺穿了 但是我們說到這古代的兵器當中 昨天有提到 在唐代的時候有唐大刀 非常的厲害 可是在漢唐時代的兵器 其實發展的速度是非常的神速 尤其在漢朝的時候 有一個叫做還手刀 這還手刀連匈奴都懼怕呢 社長 我們講一個朝代 如果它要很強盛的話 其實跟現在一樣 美國很強盛 它必須要有高科技的武器 那以前冷兵器的時代一樣 漢朝跟唐朝是中國最強盛的時代 唐中漢武 尤其漢武帝 中國本土 他一定天下的就是漢武帝 那為什麼會這麼強 唐朝這麼強 因為有唐大刀 對 那一樣漢朝比唐朝更早 那漢朝應該也有更強盛的武器 他有一把刀叫改變歷史的刀 就是你講的還手刀 還手刀 我們很清楚可以看到 像這樣刀型 他在握把握把的後方這邊 有一個像圓圈有沒有 這個鐵環 所以還手刀 還手刀 前場大概以前 在漢朝的時候 大概112公分左右 那這種刀 為什麼它叫改變歷史的刀 它另外一個外號 另外一個外號 叫匈奴最怕的刀 匈奴人最怕的刀 匈奴人的噩夢 就是講還手刀 所以我說他改變歷史的刀 為什麼匈奴困擾中國幾百年 在漢朝初期 我們知道漢朝初期 劉邦當時有拜登之為 帶了五十萬大金 有的講三十二萬 有的講五十萬 帶了幾十萬的大金 去演徵匈奴的時候 在山西大統那個拜登 反而被匈奴人包圍 差一點就喪命在那個地方 劉邦回來以後痛定失痛 想了兩次 第一個他為什麼會戰敗 這麼大金被匈奴打敗 為什麼 因為匈奴有馬 漢朝馬少 所以劉邦當時定了一個制度 叫漁馬定制 漢朝大家開始養馬 你如果家裡的男人養馬 養一匹馬 可以一個男人不要當兵 你專門就負責養馬 一直到漢五帝的時候 漢朝至少有四十五萬匹馬 所以也就是說 馬的數量爆增 但是你有馬匈奴也有馬 匈奴的馬品種不比你漢朝差 而且匈奴的在馬上技術 比你漢朝人更厲害 所以我們一般講說 匈奴之所以逃掉後來漢五帝 可以打敗匈奴 其實馬是其中的一個因素 最重要的是什麼 我們知道漢五帝的時候 有一個名將 十九歲的霍奇病 霍奇病那麼年紀輕輕 眼睜匈奴 匈奴當時看到他還說 漢朝是沒人的 派這種蛙蛙兵出來打仗 其實霍奇病是漢朝的一個 特種部隊 他當時漢五帝派他 他是漢朝特種部隊 特種部隊 他這麼厲害 當時他帶了一萬人 去跟第一次河西之戰 跟第二次河西之戰 就霍奇病打 霍奇病當時一萬人是怎麼打 第一個當然戰術也有關係 第二個他用了一個神兵力氣 就是我們講的反手刀 為什麼用反手刀這麼厲害 以前漢朝跟匈奴在打仗的時候 我說他改變的意思 因為以前還在用劍的時代 劍是剛才我們看的那個劍 不管你多力他是兩面開論 劍是在步戰的時候 步兵戰的時候用刺 是當你刺到對方敵人 有穿盔甲的時候 你劍刺很容易 兩種現象 第一個你刺不過去 因為盔甲擋住了 第二個你刺進去很容易斷掉 尤其是在騎兵戰的 匈奴騎馬 你漢朝也騎馬 你用劍 劍那個馬的速度又這麼快 如果說你刺 要不斷掉 要不你刺進去刺穿了 你沒有辦法再拔出來 拔不出來了 因為雙方速度都太快了 對 所以漢武帝 根據他的一個模式跟他講 我們必須要發展一種刀 用砍劈砍的在騎兵可用 就是還手刀出現 可是社長你這麼一講 表示說是漢武帝 他本身要來發明武器了 對 原來漢武帝也會這個研發武器 對就是還還手刀出現在漢武帝的時候 那漢武帝把這把刀發展以後 中國的所謂青銅劍就走路歷史 淘汰掉了 這個還手刀就開始取代 所以我說他改變歷史的一把銘刀 而且匈奴就是敗在這個還手刀 剛才講霍奇兵帶了一萬金兵去 每一個人一萬金兵 當時要打造這種刀不容易 我等一下會講他的斷造的一個困難度 跟神秘性 不容易 所以他沒有辦法大量生產 像現在工廠出產那麼多 所以即使霍奇兵當時打敗匈奴的時候 跟一萬隻這種還手刀有關係 他一萬個特種部隊全部佩戴這種還手刀 所以匈奴人很驚訝 這個矛頭小子 既然手上有這種神兵力氣 劈砍的時候很神勇 那這還手刀我剛才講說 他之所以這麼銳利還有一個關係 他改變歷史也有關係 是他的鋼材 鋼的質材 他打造這種刀 他其實不是用一般的破銅爛鐵去打 不是一般的鐵去打 不是用鑄鐵打 對不是一般 所以表示說他這刀是用特別的材質來打的 對他這種材質 他這種材質 我先講他這種刀 其實從刀身到這個圓環 這圓環其實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花瓶 他這個圓環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 為什麼你如果劈砍的時候 那個重心會在刀的前面 所以你說那個後面的圓環 並不是說一個裝飾的用途 也可以裝裝飾用 但他主要在齊戰的時候非常有用 是他重量在後面增加一些重量 可以把前面的重量做一個平衡 因為要不然你用斧頭就要用斧頭劈 不是更好 但斧頭太重 不靈活 他加上刀加上這種圓環以後 他把這種重量感平衡 所以光那個圓的後面的圓環 就等於是有一個力學原理 那把刀就變成有一個平衡感 那把刀在這個快速的戰爭當中的時候 我就可以很順手的抓在手上 任意揮了 而不會造成說有一個重心不穩的狀況 對 靈活度夠 然後重心又不會全部偏在刀的前面 所以他這個緩環 緩手刀的緩環 其實有他一個很深的一個力學的作用在這個裡面 所以社長也就是說 我手上這把劍 我們看到這把劍裡面 其實我們一般把這個劍拿出來的時候 你看後面並沒有緩手 沒有一個緩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變成我的重心會不穩 對 而且你這個劍是用刺的 我的重心偏前面 對 沒有錯 但是我等於要把刀抽回來的時候 我不容易抽回來了 對 所以他跟緩環其實有他力學作用 那另外我特別講說 我們看那個水浮傳不是有講說武松嗎 武松打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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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松他用的刀叫什麼 叫雪花冰鐵刀 冰鐵這兩個字特別注意 雪花冰鐵刀 那還有那個花兒上魯智森用的那個刀 用的那個殘杖 也是冰鐵殘杖 對 那這兩個人他們都特別提到 他們武器都跟冰鐵有關 漢代的緩手刀 其實是用冰鐵做的 你是說漢代緩手刀是用冰鐵 冰鐵做的 那冰鐵跟一般的鐵不一樣 冰鐵我們知道 現在世界民道有大馬四格刀 大馬四格刀叫用烏茲鋼打造的 烏茲鋼來自印度 其實烏茲鋼跟這個冰鐵 也是有相近的東西 是接近的 冰鐵其實也可以算是烏茲鋼的一種 那這種材料在1979 那個洛陽 洛陽古墓發現的這種鍋 這種鍋叫乾鍋 你看它像罩一樣有沒有 你說這個洛陽在戶外發現這些 對 一個洞一個洞 一個洞一個洞 上面有放一個這種鍋子 就叫古代那種乾鍋 這種乾鍋也是一樣 他用這個中國很神秘的一個地方 為什麼兩千多年前有人 可以知道這種乾鍋 跟那個鋼材講的那個鋼材 那這種鋼材它本身跟這種鋼鍋 它其實熔點都要在一千四百七十度以上 鋼鍋甚至要一千五百多度 它熔點可以低那麼高 所以鋼材講說它這種鋼墊 如果下去煉刀的時候 它熔點很高嘛 很高你必須要生活升到那種高度 所以那個鋼鍋耐溫度非常高 也就是用這個東西來煉劍用的 對 但這種 你知道像這種 所謂這種熔點 要把這種鋼錠 熔到大概熔點二千四百七十度 它才有辦法變成液態 才可以去打造這所謂的反手刀 但問題是歐洲在一千七百四十年 公元一七四十年等於將近一千九百年以後 才發現這樣的冶煉方式 那問題漢武帝的時候就出現了 那漢武帝等於是領先了歐洲一千九百多年 一千九百年 對 但後來失傳了 所以中國其實有很多神兵利器 它很多甚至這種冶煉方式 它失傳了 失傳一直到原草才出現 原草在西域那邊找到了 找到這種冶煉方式 所以失傳多年 結果最後在西域這邊出現了 對 歐洲是一千七百四十年才搞出這種冶煉方式 所以這種所謂的這種烏之鋼 剛才講的 我們在講的那個漢朝這種反手刀 其實它要打造的時候 必須要有這種鋼材 也必須要有那種冶煉方式 但問題是這種東西後來失傳 所以後來我們在講漢武帝的時候 也是有很神秘的科技 很可惜中國很多神秘科技 都是失傳到後來才又出現 神秘的冶煉技術 這最主要是用在軍事用途上面 因為在戰爭當中 這些兵器是最重要的一個制勝關鍵 可是我們注意到 在黑道的火兵過程當中 我們昨天有提到的蒙甲 蒙甲裡面呢 在蜂民館裡面發生的是 小弟殺了老大的事情 而造成了蒙甲整個黑幫分崩離析 但是蒙甲黑幫裡面 有一號傳奇性的人物 是誰 我們休息一下 來揭秘